但是這個麵條還有一種 營養麵條 對 什麼號稱 胡蘿蔔麵條 菠菜麵條 雞蛋麵條 什麼墨魚麵 什麼麵什麼麵的對不對 這一種的平常會特別去選來吃嗎 不會 你以為胡蘿蔔裡面真的有胡蘿蔔嗎 還不是紅色色素 綠色色素 你是看新聞報出來才知道嗎 沒有沒有 我以前就不買 因為我覺得它好詭異 看起來就是一個詭異的東西 不過事實上 我們要怎麼樣來分辨 它到底是天然的 還是人工的色素 人工色素對不對 你老師 不過事實上 我們要怎麼樣來分辨 它到底是天然的 還是人工的色素 人工色素對不對 你老師 其實有一些麵 比如說像綠色的 如果它加了 真的是加了菠菜汁下去做的麵 那它基本上 你知道菠菜嘛 它到水裡面之後 它這些植物 你煮菜煮久了 是不是也變成黃色 不是綠色 所以照照理說 你的麵如果是煮熟之後 它不會是呈現鮮綠的 不是綠的 它應該是帶一點 有點像是黃的 黃的 對 因為它已經經過 有點氧化的過程了 另外就是說 有些人 它可能比如說 紅色的麵 紅色的麵 它可能有加一些胡蘿蔔 它寫這個像紅麴 對 正常的話進去 一樣它不會是很漂亮的紅色 應該都是比較偏暗色 暗色 對 比較暗色的 然後還有一種可以分辨 就是說 你仔細看那種麵條 它如果是真的是天然的 它會不是均衡的色素 就是說它不是整個均衡 它稍微裡面有帶一點 帶一點白白的 有帶一點白白的 這應該算有 它有一些麵條上 一些小顆粒 什麼的 對 有一些帶一點白白 然後它會不是很均勻的 那如果你是用色素 整個去攬的話 它會是非常均勻的 然後呢 對 然後它裡面全部都是色素 而且它很誠實的告訴你 黃色四號 五號 使用藍色一號 然後對 所以它很坦白 它告訴你就是全部都是色素 可是這個小朋友最愛 這個好多鮮豔啊 這個麵 對 所以色素 跟所謂的這種色素 其實都很容易造成小朋友過敏 或是氣喘 這些都會產生 其實我還是不建議 小朋友吃這種有顏色的麵條 不管你是說 鎮定他的食慾 還是說真的很可愛很好吃 因為第一個剛剛一樣是講過 會誘發一些過敏氣喘的問題 那再來它對我們的生育功能 也會有影響 甚至有些東西 它會影響你的癌症 會變更惡化 然後最近是有個辦法就是說 有些色素 我吃了以後 會增加小朋友過動 跟注意力不集中的東西 有四種 一個是 黃色的四號 黃色的五號 然後紅色的六號 跟紅色的四十號 這個東西 如果說你剛好麵裡面 有加一些 本甲酸防火劑的成分以後 他們有發現 就是吃這群麵的小朋友 之後比較容易 發一些過動症 注意力不集中 這影響市面還真大 對 所以還是建議說小朋友 還是不要吃那種 有顏色的麵會比較好一點 那這樣說起來 大家怎麼挑麵 對啊 嫁低這些風險 有方法嗎 Q嗎 對 像食安問題之後 我覺得每個媽媽 都是人心惶惶 就真的不知道 什麼可以吃 什麼是真的 什麼是假的 那麵包有問題之後 我就很認分的 買了一台麵包機 我也是耶 自己在家做 自己在家做給小孩 這樣比較安心嘛 但是知道麵有問題之後怎麼辦 我不可能自己在那邊揉麵 擀麵 那個真的太累了 那個太累了 而且像我以前都會買一些方便麵條 就是放在家 小孩只要回來 肚子餓就可以煮來 其實真的很方便 可是我現在知道一台做麵機 你只要加入麵粉跟水 非常方便快速 現在有這種東西 10分鐘就可以做出 就做麵條了 10分鐘 麵包機還要大概等多久 兩個小時 對 還要等它發酵時間 現做現煮 而且又很Q 然後你又不用添加一些 有的沒有的 真的 會好吃嗎 很好吃 我現在可以做給你看 然後馬上煮給你吃 做氣好大 好厲害 這個是來挑戰營養師 自己手勾做麵條 對 來…那妳來試試看 好現場示範